老板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哦 而且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能让外人听到 你知道你老公有小三吗 什么你怎么会知道 是隔壁的阿花跟我说的 我可以带你偷偷去看哦 那就麻烦你带我去偷拍 这个隐形地板好酷 这个是我刚刚遇到的bug 没想到你居然也可以用啊 但是它的速度实在太慢了啦 还是我抱你去吧 哈哈哈哈 然后要走这边逃走的话才不会被发现哦 那就麻烦你抱我过去了 Ready go 你可要抱好我 不要把我丢下去 哈哈哈哈 你放心吧 这里掉下去也不会受伤的 而且我有火箭筒可以飞起来 那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要走这里过去抓小三吗 啊掉下去了 哦因为走这里就不会被发现到了啊 这条跑步可是最隐秘的抓猴路线哦 而且是只有真心社的人才会知道的 太好了哦过了第一个阶段了 那阿花怎么会知道我老公外遇了 哦因为阿花的闺蜜在真心社上班啊 然后刚好她的闺蜜客户啊要抓猴 啊结果你老公就刚好不小心入境了 那我老公还真的蛮虧的 对啊哪有人偷吃居然不戴口罩的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跟小三在吃饭 然后阿花的闺蜜老公就刚好也在那边啊 所以就很刚好拍到你老公在后面跟小三吃饭了 真的没想到她会有小三 我们结婚才一个月 我等下找到她一定要让她好看 好了那现在呢我就带你去找你老公咯 看到了吗 你老公好像跟小三正在挑选蛋糕哎 站住你们给我站住 老婆对不起你不要再追了 我一定要杀了你们 你带我来警局做啥 哦因为你刚刚在大马路上面乱砍人啊 然后就有民众来投诉你了 刚好警察里面的警员他们都没有控制员啊 所以就叫我先把你送过来 我等一下再来接你咯 哇塞老板娘那天怎么被那么多飞蛾攻击啊 啊我怎么把自己给射死了 所以是因为老板娘不在的关系吗 啊枪都被我玩到没子弹了 哎哟这把枪怎么都瞄不准啊 是这个红色圈圈要把它对准吗 奇怪耶我还是都没有射到耶 他又被我玩到没子弹了 还是这些鹅是不能够攻击的 好啰 鹅他们都自己跑掉了 老板娘的弹被我用得这么乱 算了我还是先不要去把他接回来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